专家们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 讨论了威权国家和其他恶意行为者 对全球安全的威胁 加拿大国防部长也表达了 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担忧 他和美国国防部长还讨论了 在哈利法克斯建立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 以及对其现代化建设的话题 他特别强调了加美空军的合作 在两国之间建立尖端的超视距雷达战网络 大幅提高双方在更远距离探测威胁的能力 加美国防科学家一直在合作 研究和开发包括超音速技术 量子技术和航天基础能力来面对新的威胁 以及北美防空司令部 如何应对这些威胁等话题 加拿大国防部长还和其他高级官员 进行了双边会谈 包括乌克兰副总理 荷兰国防部长和瑞典国防部长等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李威 林基 舒灿 加拿大报道